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壮 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鲜花 主持人或能说会道 或口若悬河 都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今晚王牌家族将挑战知名主持人 欢迎王牌家族 秀伶牙历齿 学四海风言 参与冠军争夺赛 原来每期节目都是人家来挑战我们 今天我们得应战人家 是啊 有请主持人队出场 拉着手 五位名嘴 高能集结 过关斩将 精彩无限 名副其实啊 各位出场的时候 肢体非常的不协调 我们身上最协调的就是嘴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整场比赛的一个规则 本场的两队会经过几轮游戏考验 考验双方的语言功底 赢得终极之战的队伍 就是本场挑战赛的冠军 面对身经百战的主持人队伍 王牌家族能否挑战成功 马上进入今天比拼的第一轮 口耳相传 超稳温云台夜拍式王牌 Vivo王牌时刻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关 口耳相传 欢迎来到这关口耳相传啊 都说这语言大师啊 传递和接收信息的能力 他一定得强 所以这个传声筒呢 就充分考验大家这个能力了 接下来马上开始第一轮 玩的都是方言题 方言题的规则是 现场播放防亚识片 第一位模仿该剧方言传给下一位 以此类推 最后一位说出方言大意即可 大意啊 小宋你是哪里人啊 山东人 你刚才前面那说那个方言是 山东的 仪萍老师也是山东人对不对 第一轮是山东人 老乡 是老乡 而且这轮有一个难度的增加 每队都会有助阵的友人 一起来参与 第一队的两位友人 我们请出来 来喽 台湾 台湾 他们能够传出什么样 大家好 我是阿丽 中文名字叫李飞 我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 塔吉克斯塔 我叫阿列克斯 我来自一带一路的国家 土库马斯塔 你们俩就是一个是第二棒 一个是第四棒 第一轮王牌加祖来 拿呀 真拿呀 在游戏过程当中 我们会请王牌女郎沸沸 用Vivo 蔡斯 联合研发的 X60系列手机 随时抓拍 来记录游戏的精彩瞬间 告诉一下大家 第一棒要传递的是广东话 哎呦 粤语 这可难了 然后呢我们放音频给你学语啊 不游以三族 忘我一海楼 月康青旅舞 甘相一姓楼啊 甘相一姓楼啊 甘相一姓 哎呦这太难了 哎呀 这位湖北的朋友 广东话语听怎么样 我们不会讲广东话 我觉得对土空曼斯坦伦来说 关键是连这首诗都不知道 来吧 开始了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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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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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干啰 quong kant ge a 雷干啰c guong vam 往往于海楼 于海楼 于空 青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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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参一情楼 好 感参一情楼 感参 感参 完了完了 这就冲着大阳根去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也忘了 好难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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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这些课套可以稍微收收收收 哈哈 比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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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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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机型也不好 是不是比木鱼啊 这个也要学吗 哎哎哎哎哎 来来来来 钓蒙都学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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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 是传方言 动作其次的动作不重要 比赛蒙 然后 雨 雨 雨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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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六个字比赛蒙 雨豪龙 那 我还有多 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字 有很多字 字呢 我学这些动作有什么用啊 字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别紧张 嗯 一共才六个字 哈哈哈哈 比赛蒙 比赛蒙 雨豪龙 雨豪龙 你呀相对他比较内向 你可以把你这一年半所学所用的 多发挥一点 字对的越多 我们得的分越高 好 好 这个 比赛蒙 雨豪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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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一共有六个字 哎呦 普通话说的还可以啊 比赛蒙 什么 比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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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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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说点 随便说点啥 提醒一下贾铃 这是用广东话传过来的 粤语 广东话 广东话 你知道是粤语吗 你 你觉得我能知道是粤语吗 来我给你看他做的好吗 好的呀 他做的是这样子 然后比赛蒙 然后 一样啊 然后他说有一个鱼 这样 然后他做的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的 然后 有说话吗 我已经忘记了呀 他说什么呢 那我能提示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吧 一首诗我来就直接告诉他 一首诗 第一句 唐诗 第二句 白衣衫进黄河入海流 一个字没对啊 广东话说的这个 对 没难他们俩了也 表现非常好 来两对换一下啊 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PK时刻 有请出接下来的两位外国友人 哇 哇 哇 你好 我叫欧阳娜 我在中国已经两年多吧 大家好 我的中国名字是阿里乌 我来自利比利亚 谢谢啊 你们一个也是第二棒 一个是第四棒 这轮嘛 东老师第一位 杨莱安老师第三位 我告诉你啊 就简中间一句能传下来就行 行 咱但凡能够传五个字就行 我就负责五个发音 两点五个字啊 必须要猜对五个字啊 压力大不大跟他们在一对 你们的这个方言呢是陕西话 陕西话 这个好吗 放一下音频 火上有个盘 盘上有个嘴巴 有个板牌 有个嘴巴 把你嘴嘴嘴 再来一遍 火上有个盘 盘上有个嘴巴 有个板牌 有个嘴巴 你嘴嘴嘴 对外国朋友来说这太难了 对中国朋友也不简单 五个字五个字 就主攻五个字 知道了 好传递开始 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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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犬传的有个转传的有个转传的有个蜘蛛爬的出出出出 国家 国家 河湘 国家 有个穿穿着有个穿 可以除除除 除除除 河湘 河湘除除除 河湘除除除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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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湘除除除 河湘 diz enters 河湘 temple 完全中 什么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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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吱 五个字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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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吱吱 要来就被你五个字来 五个字啊 我家 我家 哦 我家 吱吱吱 我家 吱吱吱 对 就行了 吱吱 吱吱吱 哈喽 哈喽 呼吱吱 五个字 只有五个字啊 你们就传了五个字啊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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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吱 我家 吱吱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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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吱吱吱吱 吱吱吱吱 是不是感觉中间好像丢了很多的信息 vat 这样我放个水 我让第二棒再来一下 感受一下 我家 哦 我家 吱吱吱 哈 哈 中间的呢 我家 猪猪猪猪 很重要听到没有 很重要 我家猪猪猪猪猪 吃的什么 你说的是对的 我家的猪又马又猪的 我家养马又养猪 但是最后吃的是猪猪猪 最后三个字 出我家的猪又出 最后对了两个字 谢谢这两位外国的朋友 谢谢 太难了 好嘞各位 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 这是没玩过这个好像 英文传递 英文传递规则 第一棒根据主持人手中的题板 用英文形容题目 传给下一位 离此类推 最后一位说出中文答案 答对了得分 把有人喊回来呀这一轮 第一棒是腾哥 第二棒即使是杨岚姐 这也废掉了 最后一棒花花小桶 第二棒和第四棒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外国朋友来 所以这主要是第一个人 他得把它翻译成一个简单的英文 但主要是腾哥的英文水平 我那天刷还刷到了 他想问人家你会说中文吗 Can you speak China Can you speak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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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腾哥落下去的英文由我补读 那你得念一本书出来 能不能 费费把这轮的这个英文传递题 拿上来看一下 太难了 天哪 这怎么可能呢 这事你拿普通话说出来都不容易 我跟你讲 用英语进行传递 传递 开始 好 把这个课套可以稍微收回一下 Can you speak Russian I can speak Russian Sorry I can't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speak English Sorry I can't 没了他想说四个字 1 2 3 4 No sun No sun night Good night Sun 万道光芒 Sun 说英文英文 No sun 他想说 不晒太阳就是 哦他想说意思 英语是不能光眼 No sun No sun No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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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un No good No sun No sun Every day No sun I'm okay No 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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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的单词用尽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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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Listen to me Listen Can you speak Do you speak English Japanese Hahaha 这次又发挥了开始 You say no No say no No Can you speak Korea No No Can you speak Italian No Very good Okay 门都要关上了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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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a It's too hot Too hot Too hot It's bad for my skin It's bad for my knee I cannot do it It's so hot It's so hot Hot No sun My skin is so bad My knee is so bad I'm feeling so bad I'm feeling so bad I'm feeling so bad Hello Hello 騰哥落下去的英文 由我补足 贾勒姐 补上 补上 How are you speak Japanese Hello 真是都被沈腾戴口里 这一段有什么意义 Can you speak Tell you Tell you No No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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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上了 晒的我呀 英文 英文 啊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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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speak Japanese Nu no 为什么这些碎嘴子全都传过去了 the sun the sun the sun 太阳 太阳 hot 热 热 em 跳舞 跳舞草裙舞 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太阳热 太阳热舞 热 草裙舞 热 夏威夷草裙舞 这样啊 放宽一点吧 横哥再演一遍好不好 好呀 那你也猜不出来 但是我跟你说 一旦知道这四个字以后很有道理 no sun no sun everybody no sun everybody everyday 每天都没有菜啊 there 这 no good 不好 there there no good 也不好 也不好 there no good 没有好事 断了 缺胳膊断腿 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了 正确答案是 骨质疏松 晒不着太阳吸收不着钙 想不想打人 应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偷跟海银河 脱胳哥输送两把事好不好 那你说的这脑袋的大概能听懂 是吧 要不怎么演啊 宣涛我觉得应该悬赏看全场谁能把这四个字准确的表达出来 非常难 非常难 好 来 两队换一换 还有最后一道题 第一棒杨迪 最后一棒是杨岚老师和宁平老师 走走走 反正我现在已经找到规律了 横叔是猜不出的 你别那些小零碎什么 Can you speak Japanese 什么的 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我没那么厉害 我就比那个no good稍微好点 It's bad 来 菲菲 这轮的题目 难度也很高 给大家看看 英语传递 这也太好说了 一会儿你来 回了吧 差不多吧 杨迪准备好了 传递开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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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day is good Everyday is good Everyday is good One person One person 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person So bad person I don't want you good I don't want you to I want you bad OK What else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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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 else finish OK 是不是这意思啊 意思是这意思啊 他演了个啥这声儿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觉得他形容的没有那么准确 准确 Everyday is good Good Everything is good Good But one person is very bad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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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 is good But I don't want you to be bad pers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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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it I got it OK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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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uuuh Everyday is good Everyday is good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good You a bad person Huuh I'm a bad person But I don't want you to be a bad person Mouse Wow You are a bad person Yuh And I am a bad person Uuh But you don't want me to be a bad person No But you want to be a bad person You're right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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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下传递 OK How many words Wang You don't know OK 来 Come on Come on You are a bad person I am a bad person Everyday is good But I still want to be a bad person But I don't want you to be a bad person 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 You are a bad person 说我们是坏人 他也是坏人 他可以是坏人 我们不是坏人 是的 你们是坏人 我是坏人 但是我想当坏人 我不想你们当坏人 不带翻译的 So you want to be bad And you don't want us to be bad OK 他自己愿意当坏人 但是他不想让我们做坏人 三个字 三 哎 我说多了 这样 三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的时候 那你来 好人 好人 他来 第一个字 饿了 饿了 第二个字 悲哲 第三个字 剧 恶作剧 恶作剧 谢谢这两位外国的朋友 谢谢 这一轮最终获胜的是 主持人队 超稳温云台 夜拍式王牌 vivo王牌时刻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关 对答如流 哎呀这个主持人即兴真的这个本事非常重要啊 梁迪 你给咱们现场即兴秀一点好不好 好的好的 说来就来了啊 说团游是真的牛 一箱游只要九块九 加满全家去春游 千里之外说走就走 上团游APP 九块九 真的有机会加满一箱游 大家赶快拿手机下载团游APP 上团游APP 加油省大钱 是的 聪明人都用团游 这关对答如流啊 就是对双方知识储备和词汇量的一次大考验 因为人数不均等 所以小宋就加入王牌家族这边 一起来进行比拼 就值你了 第一轮游戏规则 大屏幕会给出一个具体的语境 然后呢大家依次上台说出符合这个语境下的成语 哎我们是说在这个语境下合适的成语 成语 对 是描述这个语境 还是在语境下自己 那个那个杨岚姐 你可能把这个解题解得太复杂了 就是你觉得啥合适就来啥 哦 好啊 我知道我太认真了 你看他们那个熟练而木然的表情里面 他们对这个规则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会儿你就看腾哥怎么硬拗吧 第一个情境 请看大屏幕 好朋友借钱不还 你会说什么成语 千刀万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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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两断 不跟他好了 第九天长 哎 这也太好了吧 胸怀 为啥呢 你欠我一百块钱 你一直不还 我一辈子记住你 第九天长 一平老师 你借钱的最大额度是 一百块钱 那就不还不还吧 那不行 啊 恩断义绝 哇 鸽袍断义 呦 你这么严重 老朋友欠钱不还 朝思暮想 哎 也可以可以 贾凌欠我一百块钱 深仇大恨 哇 不值得不值得 耳鬓思摩 哎妈妈妈说妈妈 人家欠你钱怎么耳鬓思摩 耳鬓思摩 还我 这不行 宝贝还我 快把钱还我 这撕磨了 磨给他撕开 撕磨 一会你就看腾哥怎么硬凹吧 念念不忘 好 回头是岸 生死相依 妈呀 为什么 解释一下 因为他欠我钱了 我永远得依靠着他 你不是我要离开远了 我就 你凭老实一共就一百块钱 姐 姐 就是你在借钱的事上 确实挺狠 哦 我的格局就这么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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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情有可原 哎呦 哎呦 你看多好 哇 啊 有无阴性 梦武三千 这他妈跟他一起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呀这是 梦武三千是为了躲债是吧 旺牌家族 心乱如麻 耿耿于怀 哎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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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怀才不遇 这 这不对 这不对 什么东西 跟这个没有关系 对对对 成语接了 我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了 沈哥我们这边赢了 确实 王牌家族错的更多些 主要是 我跟腾哥主修的是英文 对 这个类型的题 把我们俩屏蔽在外边了 是吧 我们把刚才那两位外国都合 哈哈哈哈 看看下一个情境是什么 哦 点评一下沈腾的演技 彭哥 叹为观止 哎呦 哎呀 唯我独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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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拜长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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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坛的地位啊 徽然不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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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演呢 是出神入牌 哎呀 哎呀 而且是 登峰造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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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 惊喜连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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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 初里的台词 我鱼鱼肉凉啊 哎呀 哈哈 大家可以了 可以了 哈哈 永垂不朽 哇 哈哈 哎呀 哈哈 哎呀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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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车 不能算对啊 这 这可以吗 这不能算对 这还能夸到哪儿这样 来来来来 我们也说说 我们也说说 不值一提 哈哈 哈哈 丢人现眼 漂亮 哈哈 漂亮 我要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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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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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然无畏 哈哈 哈哈 你看他那边都是财 你看 我们那边都是财 哎呀 不 呀 啊 穷凶极恶 哈哈 哈哈 如盲刺背 如坐针灾 不敢再喝 哈哈 哈哈 咸驴济穷 哎呀 走走走走 烂鱼冲丝 哎呀呀 哈哈 罚善可乘 哈哈 走走走走 走走走 班门弄斧 走走走走走走 哈哈 哈哈 掩耳盗铃 哎 哈哈 成什么动力啊 躺臂挡车 哎呀 自欺其人 哎呀呀 江郎才进 啊哈哈 轨然不动啊 出神入化呀 惊喜连连 永垂不朽 嘿嘿 哈哈 哈哈 行了 可以了 自取其辱 可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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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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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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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哎 干嘛呀 你们干嘛呀 给腾哥一点点机会 你们看现在演得多好 哈哈 来 哥哥哥 你站上去 自己摸着良心 形容一下自己的演技 好不好 登风造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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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下 下一个场景是什么 啊 呦 哎呦 点评张绍刚老师的课 什么课 是什么课 对 大家都没听过我 什么课都行 专业课 张绍刚 质地有声啊 哈哈 哦 啊 啊 啊 憨声四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如雷贯耳 哎 声音很吵 很吵啊 不 很 很好 瓜瓜 细细咀嚼 这什么 这不对 这不叫细细咀嚼 这 你觉得细慢慢品 他长得客 哦 哈哈哈 真好 吃 吃人说吗 算了 哈哈 啊 说得非常好 啊 张绍哥的 张 张 你把那个舌头捋好 驴唇马嘴 哈哈哈哈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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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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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花花 这事就定性了 我跟你讲 哎 这事可就严重了啊 哈哈哈哈 这轮王牌家族 错得更多一些 你再接着考 我们错得更多 对 哈哈哈哈 接下来 我马上要开始玩第二轮了 第二轮玩法完全不一样 给出随机的三个词 来造句 要组成一句 符合逻辑的短句 第一位答题者 我来指定 来吧 我们来吧 我们看第一组词 老板轮椅顺管 造句的是腾哥 串成一句话 老板经常顺拐 所以坐了个轮椅 哎 哈哈哈哈 非常好 嘿 我还接着来这个吗 对 还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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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老板 名叫顺拐 坐了轮椅 哈哈哈哈 是那个电视剧 我的老板叫顺拐 对对对对 好 马东老师指定下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 小脸姐 小脸姐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 你是要这个合理 还是什么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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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说的都合理吗 哈哈哈哈 都在合理呢 不是 这个 也 我那挺好啊 我们公司有俩老板 一个叫顺拐 一个叫轮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板 老板 轮椅和顺拐到了 哈哈哈哈 你指定谁 我 我 我走路的时候顺拐 把老板撞到轮椅上坐着了 哇 这个不错 这可以 可以 来 我们看下一组词 杨迪请 指定人选 垃圾分类 我和狗 诚哥 我和狗打架 别人认为我是垃圾 把我进行了垃圾分类 哈哈 上课 老师 我正在垃圾分类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猫和狗打架 漂亮 这个非常好 这个好 我正在垃圾分类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狗和狗打架 这个不对啊 这位爱接下茬的同学 垃圾分 我在垃圾分 我因为不会 我因为不会垃圾分类 所以和狗打架 可以 这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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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狗打架 就能学会垃圾分类了 指定人 好 好 一平老师 我不可能和狗打架 因为他一直帮我垃圾分类 这个好 这个好 这合理 您这个狗老家借我试试 接下来有小童指定下一题的答题人 请看 大阁玩泥巴 天哪 玩泥巴也能走进科学 解开大阁的奥秘 对 哎呀 哇 你看看人家 我刚才一直疑惑这个游戏子玩啥呢 直到杨岚老师说了这个 假灵 假灵下一个 杨岚老师主持 边打架边主持 走进科学里的一期 玩泥巴 这个节目好没有深度 不是我只是很自 就是很自卑 就是 没有意思 挺好的 行我给你比挺好的 你来 来 来来 来快 我是一边打嗝 一边看走进科学 一边玩鸡巴 好 请看题 锁喉比心 锁喉比心 贾灵 贾灵姐被 刘敦华锁喉了 他还在给他比心呢 非常合理 是不是 非常合理 被锁了喉 你自己说一个 你自己说一个 贾灵为了让刘敦华 跟他比心 火了他的喉 给我比 快给我比个心 真好 真好 杨岚老师 贾灵是个功夫高手 他可以一边比心 一边施展 四五好几天气 真的 对面的这个人 一定是让我更爱 我这么说吧 贾灵的脖子太细了 你比心的时候 就能把他锁喉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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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时刻 马老 我跟你说一个 好嘞好嘞 贾灵和刘德华 彼此锁喉 他们以这种方式 是表达他们的笔心 表演一下 是怎么放开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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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相爱相差呀 我更爱你 这在很多电影里 都有这种桥段 统计一下 这一整轮游戏 最终胜利的是 主持人队 接下来呢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 东道主 王牌家族 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精彩的才艺了 在这个才艺中 花花将带来 她在王牌舞台上的 舞蹈首秀 下面进入 七猫免费小说APP 免费娱乐时刻 有请花花 小童 带来歌舞表演 护花使者 总而来 couldn't you éma 深秋的街角 遇见心中的她 双眼突然不听 是开挪不开她 温柔的晚风 都在包围她 她拿紧这眼神 快要对我说话 慌慌张张 坦坦特特偷偷看向他 对我说浪漫 情人爱我吗 躺在晚风中 只为遇见他 将那说话都没摸摸 没丝美丽放下 叹心的晚风 不该拥有他 我已决定一生守护心中的他 今晚在街上遇见心中的他 双眼突然不停 虚惯挪不开他 生肖的冷风 不准吹去他 他那清晨眼神已经对我说话 牵牵身体飘飘身体默默转来吧 对我说浪漫 情人爱我吗 叹心的晚风 情感如腕套 将他手法温温柔游 美丝美丽放下 生肖的浪漫 不准吹去他 我已决定一生守护心中的他 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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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花花和小童的精彩表演 马上进入下一关 超稳温云台夜拍式王牌 VIVO王牌时刻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关 航枪侧击 这一轮我们要考验的是各位 问话能力到底强不强 每轮游戏三位嘉宾 带上写有词语的道具 嘉宾可依次对自己头顶上的词语 按顺序进行提问 率先猜出头顶词语的嘉宾获胜 第一轮要参与的三位是 腾哥 贾琳和杨迪 好来 上词 把俺的发型都弄乱了 完蛋了 驴唇不对麻醉 从贾琳开始问吧 女士优先 我这是个男的女的 女性 女性 可以说是女性 太坏了 那我这个是人是物啊 这个可难住我俩了 这个我只能说不是个东西 是人非人吧 反正确实不是个东西 梧桐吗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梧桐怎么惹他们了 咱俩描述的太精准了 不行 不行 我俩一下把中心思想都给你提炼吧 不是 我在想 梧桐 不是 梧桐 在杨迪心目当中啊 你也知道了啊 我在想上面要么是我的名 要么是梧桐的名 才会引得两位如此的谩骂之声 给你换一个 你这猜太快了 给杨迪换一个 给的那个提示太明显了 能形容他的词不多 我问是吧 你问一个 我这个是个80后吗 是1780 1880还是1980 你就告诉我他是什么鬼子 哪个年代都有 我这是个人吗 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尊敬的人 我妈呀 是你好李怀恩里的 李怀恩的扮演者吗 是 这么快呢 因为我说我妈 然后他们就鼓掌了 因为你这部电影票房好呀 现场的观众太善良了 行吗 那你算胜出了 你俩挑 咱俩单挑 他跟我的长相他怎么样 他长得好看不 跟我相比 胜也是显胜 这好玩儿 他显胜我呀 胜你很难吗 胜我很容易 显胜我的人 伴仇一下缩小了 我就不说别的 今天在场上 就有很多显胜你了 对 没说你马东老师 没说 他们没说 咱们那叫不分胜负好吧 来 彭哥提问 哇 这是能看见吗 还是怎么着 你把白眼搬成这样 我 我这个人 他是干什么的 这个问题好 干什么的都有 研究 他爱研究 他也喜欢研究别人 别人也喜欢研究他 打得很明显了 有点说多了 太监 关键是沈腾那人指着自己 太监 而且沈儿那会儿特谢 太紧 我们研究他 他也研究我们 这个可以往这儿靠靠 外星人 你咋知道呢 他还是那个 我说的那句话可能 对 研究别人也研究 研究我们 他还没猜出来呢 我这个还猜呀 我这个 我见过他吗 你见过他 但他未必能见到你 文艺工作者 文 范围已经给你框得很小了 真的 杨迪你想想 长得跟你差不多的文艺工作者 全世界还能超出仨家 白凯南 白凯南被你损成啥样了 你得尊敬人家 沈腾 笑草的颜值 怎么可能显胜于你 这都不能喷气了 这得把这个直接喷他脸 这个题你没偷到 没偷到 刚刚是你比老师说我偷题吗 老师 这么简单题你都回答不上来 证明你没偷过题 是不是 影视演员 影视演员 孙洪雷 林永健 快了 黄博 来来回回就这几个人骂了一通 你再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之后 才说黄博你真的是太仗义了 这就是大师的风采 大师的风采 什么叫大师的风采 人都得罪完了还大 下一轮 花花 马东老师 少刚老师 少刚老师开始提问 这是个男的女的 都可以 都可以 我问 我这是死的活的 都可以 他就是一个前世和来生的问题吗 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来 你这你这个不分男女 我这不分死活的 那这怎么 这这怎么弄 我这一位他 美吗 美 他主要出现在什么 什么地方 就是 都可以 真的真的 都可以 真的都可以 我没见过他出现在任何场合 那我再补一个 我再补一个 我跟你讲 你甭管问什么 答案就是都可以 你是 我这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传说里的 其实我们也未必知道真实的答案 转过来我看看 都可以 每一个都可以 我都可以给你解释 对 都可以 你想到他要坑你 几个字 三个字 那一会再说 这个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的第一大头是 可以这么问吗 这样是不是太荒谬了 这位大哥你是当我为傻是吗 当我没问 也没人理你 这个称呼是 八十年代后出现的吗 都可以 都可以 八十年代之前 就有人这么称呼了 我知道了 什么事 你说 你说呀 你说呀 奇葩 到这个还真是 马上了 他是一个奇葩 我头上这位 第一个字的 第一个发音是ABCV EFG里面的吗 你是 当我们傻吗 我这是一个 现代 做音乐的人吗 不以音乐见长 应该这么说吧 对 或者说 有歌 长得又美 然后 女的 女的 有歌 杨幂 为什么这么快 长得美又有歌 那我第一想到的是杨幂 那赵薇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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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头 头 说出我出过的三首歌 我们一个一个问的话 你能把所有人 全得罪别 哎 他们题怎么都那么容易 我这个是 都可以 都可以 太快了 我要不把你带沟里去 我跟你讲 我都算白认识你这么多年 花花 你来形容一下他 大哥 你是觉得我们傻吗 我不太害羞 我没有和你交流 都可以 可美可丑 哈哈哈哈 你刚才都问了 传说中 传说中 可美可丑 三个字 那就是 这能猜出来 我就给你磕一个 来 哈哈哈哈 传说中这范围多小啊 母夜叉 哎呦 谁认为母夜叉美 维纳斯 这么说吧 它是介于维纳斯 和母夜叉之间的 这个范围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们生活的地方差不多 水里 介于维纳斯和母夜叉之间 对 在海里 传说 传说 伪欧 美人鱼 美人鱼 厉害 帅光老师 只有马东老师一头雾水 现在 你最难真正了解的一个人 好有深意啊 其实这个提醒很到位 我自己啊 我的名字 马东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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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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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轮 如果不认识 如果不认识 猜她干嘛呢 夏凉 哎 你比较诚实 她是男人女人 她是女人 您问我 我也会说她是女人啊 但是就你的话 就给人一种不可信的感觉 好 你问吧 那我明白了 我这是个男的 是个女的 可男可女 可男可女 那我这肯定不是个人了 我这是谁啊 李儿子姐 你这个问题 问的真的不是个人了 你就往动物猜吧 你就 家畜 还是海洋里的 你脑子里的动物 就这两类 天儿飞的 接近 鸟 你想想你能够说出来的 三个字的鸟 金丝雀 鸟 金丝鸟 我头上这个招人烦不 有人烦 有人喜欢 那不是梧桐 十个人里有八个人喜欢 狗 有点接近了 这还有点精进 我想让你们俩厚道点告诉我 我头上这个女人 又是名人 她有什么特别特点 大家一看就能知道她 五官端正 玉官娘娘 关一娘娘 关一娘娘 大姐 大姐 回来一点 本来是那条道是对的 俩字 王牧娘 俩字 你要想想我们是来干嘛的 是个女主持人吗 感觉答案要出来了 很有名的 那董青 好 我们这组胜了 等会儿 等会儿 我给腾哥PK一下 我一定要知道是什么鸟 什么什么鸟 什么鸟 是吧 树上停着一只是吧 一只什么鸟 爱情鸟 错了 是林依伦 我们还见过爱情鸟 我们 见过说明它存在 但是呢 它又没有那么常见 我这个人物 好 不要那个了 不是每天在生活里 它就叫鸟 我这个人物 他俩聊他俩的 我这个人物是中外骨金子 中骨 中骨 OK 这样啊 你们提问 马东老师来给你们答案 好不好 马老来 我站你对面 你问吧 你把你知的鸟都说一遍 大活鸟 来来 您坐 来 我了 我这么说吧 他们都在四大名柱里边 唐僧 同一部名柱里 等会儿 四大名柱收到 收到 贾亮你过来我问你 你现在火不火 火鸟 仨字里你都对了俩字了 大火鸟 大火鸟 卡丽 我跟你说这里没有形容词 大火鸟 大火鸟 火鸟 你火鸟 火鸟 火鸟 火鸟鸟 火鸟鸟 周八戒 这个人物的职务 二师哥 那是绰号 那职务 王科长 他的工作 他上了天之后 给他的第一份大工作 这是最大的 给憋死了给 孙悟空以前干嘛的就是 以前是孙猴子 他在大闹天空 大闹之前是因为什么被 别人一说他叫什么 他就急眼 那个妖怪 不是 腰猴 不是 你这个破猴 就是那个单位 那个大单位的人 一说他是什么职位 然后就 哎呀 终于对流 我跟你讲这不赖你 这题目出的太 太刁 说实话有点难 这轮最终获胜的是 王牌家族 《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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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王牌》电视台 作为这个语言大师 临场的反应一定要快 所以这轮有针对性地 在这个方面呢 给大家一些考量 我记得我小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梦想 是想做一个 新闻的主播 哎呀 我们对这样的桌子太熟悉了 名字很有意思 叫做新闻播报不恩机 我们听小松说说规则 美轮各派两名队员 进行新闻联播挑战 美轮每个人限时三十秒 中途出错则要重新开始 若挑战失败 对应队友的椅子就会翻倒 并接受灵水惩罚 这个只有三十秒的事情 而且我看过题目非常难念 好 花花又开始了喝水大法 你是干了吗 还是什么 别喝了 喝了又给你倒心的 从那边开始 我们开始啊 我们是晚费 可不饱 怎么能争这个仙呢 那马东老师先来 好 来吧 来吧 老师 新闻不恩机挑战开始 近日我是发生了一桩物流纠纷 一名为为杜拉拉的女士 带着拉拉 女带拉拉 错了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争执杜拉拉要搬家 从头开始不能错 不能恩机 从头开始快 三十秒时间 民生新闻 近日我是发生了一桩物流纠纷 一位明媒杜拉拉的女士 与带拉拉物流公司老板 李老拉发生争执杜拉拉要搬家 她只有一只拉不拉多 她问李老拉 不对啊 不对 你来吧 哥 这太厉害了 每个人都在来 近日 一个民生新闻显示 一位名叫杜拉拉的女士 与带拉拉物流公司老板 李老拉发生争执杜拉拉要搬家 她只有一只拉不拉多 她问李老拉 带拉拉拉 拉不拉拉不拉拉多 李老拉说 带拉拉拉拉不拉拉不拉多 取决一拉不拉多 拉得多不多 拉不拉多拉得多不多 带拉拉拉拉不拉多的时候 拉得多如果拉得多 带拉拉就收费多 带拉拉拉拉拉不多 时间到了 没有完成 我尽力了吧 你 你尽力了 太难了 但是为什么你的能力 就那么刺呢 我紧张啊 好 邵刚老师准备好 接受惩罚啊 真的 真的要这样弄啊 咱们玩真的 姐 玩真的 那可是小童人家女孩子 怎么办呀 小童已经习惯了 我希望 好 接下来 三十秒新闻不关机 挑战的是 倪萍老师 来 准备好了水 来 准备好了水 挑战开始 近日我是发生了一件 一状物流纠纷 一名为嘟拉拉的女士 与带拉拉物流公司的老板 李拉拉发生争执 嘟拉拉要搬家 他叫 对不对 彤彤彤彤彤 你老拉 你老拉 李老拉 近日我是发生了 一状物流纠纷 爱一名为 多拉拉的女士 与带拉拉物流公司的老板 李老拉发生中止 多拉拉要搬家 他有一只拉不拉多 他问李老拉 带拉拉拉不拉 拉不拉多 李老拉说 带拉拉拉不拉多 我起来还没有上次了 他就错了 拉不拉多的时候 拉不拉多拉得多不多 带拉拉在拉不拉多拉的时候 拉不拉多拉得多 带拉拉收费就多 拉不拉多 拉得不多 带拉拉收费不多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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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对了 杨迪你倒一半吧 带拉拉我来了 杨迪要接受一下惩罚 没事没事 应该的 应该的 快给杨迪来个毛巾 对不起 还在对不起 没事 天哪 杨迪我真是替你不值 你刚才错了以后 那个音乐呀 就是欢快的哟 我也听到了 其实把每个字都看清楚 慢点读出来三十秒 真的没问题 是吗 这样 你先来 你们先来吧 小童女孩儿 完了之后 踏实陆陆的 在那待太久了 着凉 这会儿倒是变得 绅士起来了 我来 我提示一下 重点考验的是 平翘舌音 来 新闻不温机 我胡北人 三 二 一 开始 昨日我们采访了 杨蝉和杨蝉 大户赵小蝉 他向我们介绍了 蝉和蝉之间的 蝉杂蝉在夜里藏 从头上 咋了 不对不对 昨日我们采访了 养蝉和养蝉大户赵小蝉 他向我们介绍了 蝉和蝉的习性 蝉杂蝉在夜里藏 蝉杂蝉在林里藏 羡they 昨日我们采访了 蝉和 蝉杂蝉 昨日我们采访了 养蝉和养蝉大户赵小蝉 你已经蝉了 他向我们介绍了 蝉和蝉啦 蝉杂蝉在夜里藏 蝉杂蝉在林里藏 蝉杂蝉在 蝉杂蝉雇在林里藏的时候 他在那里 岚在林里唱的 还要干吗 长在夜里 长在 时间带 弟弟 花花就是说多喝掉一点 也能少播一点 对不起 弟 尽力了 尽力了 作为一个湖北人 我很同情你 花花充满了谅解 不是 我跟你说 湖北人是分不清这个的 湖北人前后音 也有点问题 但是这些 在东北人面前 都是小无间大物 你来看看 东北人 东北人的新闻 不问机三十秒 挑战开始 小童要不你先播了吧 就三十秒 农业新闻 昨日我们采访了 养蝉和养蝉 藏户 张晓蝉 啊 赵 别了 你就别找范儿了 你就念吧 昨日我们采访了养蝉和养蝉的 不对 第一句还能过得去吗 养蝉 养蝉 昨日我们采访了养蝉和养蝉 大户赵小禅 他向我们介绍了蝉和蝉的习性 八 我跟你说小童 你现在就开始喝吧 要不然全倒在脸上 昨日我们采访了养蚕和养蚕的 大户赵小蚕 他向我们介绍了蚕和蚕的习性 蚕蚕 还没到时间别放弃 别放弃 昨日我们采访了养蚕和养蚕大户赵小蚕 他向我们介绍了蚕和蚕的习性 蚕蚕在夜里 蚕蚕蚕在邻里唱 蚕蚕在蚕不在邻里唱的时候 在夜里藏 藏 蚕蚕 时间到 小童把那水先倒了吧 换死头了 太可怜了 哥给端着吧 哥给端着吧 快快快 快给擦 今年出的所有题我觉得都超纲了 不是让我慢慢念我都分不清哪个字 我也是 换题了 再来一轮 这一轮挑战失败的一方将全部接受惩罚 我们让小宋啊替花花接受一下惩罚 这个是小宋的要求 来 去吧 去吧 小宋真好 我申请一下可不可以马东老师不念了 进行啊 没事 张老师不要这担心 咱们这水够 马老师我想让你在这儿咱俩换个位置 不用 不用 黄老师 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就是这个 你慢慢乐 好 接下来王牌家族开始挑战 这回我先来啊 新闻拨机 三十秒 挑战开始 毕业季来临 毕业季来临 许多毕业生面临毕业找工作困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 航行初创远公司的董事长张一行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一行 一行行行 一行行行行 一行行行行 毕业季来临 许多毕业生面临毕业找工作困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 航行初创远公司的董事长张一行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 干一行 干一行行一行 毕业季来临 许多毕业生找工作困难 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 航行初创远公司的董事长张一行 张一行表示 要是行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一行 行一行 干一行行一行 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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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哪行都行 要是不行 干一行不行一行 干一行 你怎么会知道 张一行表示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不行 干一行行 干一行行 什么行都干 你干一行行不行 真是的 太残酷了 但是小宋的粉丝 还是要感谢腾子的 这是舞台上第一次 看见尸身的小宋 我要求坏人 我要求坏人 我申请让小童念一遍 行不行 对呀 小童念 行行行 小童开始新闻不摁机 毕业季来临 许多毕业生 面临毕业找工作 困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 行行出状元 公司的董事长张一行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一行 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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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干哪行都行 要是不行 干一行不行一行 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 要想行行 首先一行行 成为行业内的内行 行行成内行 行行行 你说我说的行不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小童绝对是被演戏耽误的主持人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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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 棒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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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念的问题 他是知道那些词 他在理解 所以沈腾这是个脑子问题 这脑子问题 你以为这水哪来的 这是我脑子里的水 一小部分抽出来的 哎呀沈腾你还有脸坐呢 让我早都端得走 你到后面喝水去了 这是个基本理解力的问题 你让小童去念吧 让沈腾坐那吧 小童腾歌互换位置 小童再来一轮 交换一下啊 我们提前庆祝一下吧 别别别 小童没问题 新闻波音机 三 二 一 开始 一个叫毕正业的小伙 这几天可是烦透了心 琴是正要毕业的 毕正业找工作 需要学校开具毕业证明 开具毕业证明 必须要毕业证的单位 先开需要毕业证明的证明 开具需要毕业证明的证明 才能开毕业证 毕正业找到校长 正业必开毕业证明 校长正业必称 毕正业正毕业 能开具毕业证明 最终毕正业得到毕业证明 开心地用手笔的歌业 真的 我觉得小童必须睡觉 真的 小童太好了 她的那个语言素质 和头脑太合适了 她把所有的词都分段 都分好了 特别清晰 不是小童 你演什么戏啊 你去 你去一屁修联播啊 小童 小童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和王凡家族解约 他们真的把你害了 真的 你在这儿太被埋没了 我在自保 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题最难的题 两队各选一个 觉得最能代表本队实力的人 关小童啊 我们这边小童 杨岚 这边杨岚老师 首先是杨岚老师 先看看你的题目 这一段怎么变的你们 这个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新闻里面的地名 都是真实存在的 播音音员主持人 会突然拿到这样的稿子 难度是非常大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突然喜欢康辉了 不知道为什么 杨岚老师 新闻波恩基 挑战开始 近日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袭来名为妞妞妞 谬六的寒流 将会经过纳然瑟布斯台 殷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 延诺尔推饶木音 乌兰陶乐盖 然后将清洗我国 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 阿图石市 阿扎克乡 尤库日一石塔其村 除此之外 查布查尔西伯自治县 孙渣骑牛鹿切吉布拉克村 降温也十分明显 请大家适当分选一物 预防感冒 太棒了 接下来王牌家族 你是这段吗 换段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妈呀 在江苏渔台 渔台 以为名叫喃喃是吗 喃喃那个字 这个呢 戴帽是吗 我都不认识 一个叫女女的 什么 毛毛老人 那帽迪 就是八十岁叫帽迪 虚仪 至处之时 那是什么意思 至处就是 时走时停的那意思 一 试试吧小冬试试吧 这题确实非常难 来 三二一开始 近日在江苏 须疑一位名叫喃喃的 帽蝶老人 在冥蒙的湖边 赤处之时 发现一只戴帽 有人猜测是 海中大敖的后代 也有人说这是 亡两赤妹的一种 更有甚者说这是 饕铁的后裔 一位姓便的男子 基于戴帽的价值 想将其捕获 不料戴帽撂卷子 弄伤便某 靠步 伤口足有一闸宽 专家希望大家 不要冒着身陷 凌遇的风险去捕捉 非常棒 非常棒 这都是生辟字 小彤 我发现你一个 特别大的优点 啥呀 你现在就是 主持的功力 在我心里相当于 画画的唱歌的 三分之一了都 真的 不是他好厉害 断句那些逻辑结构 对呀 他说得很好了 什么 我给您来到特殊题 什么叫特殊题 马老师能不能给我 模拟一个 就是发布会的主持 顺便跟大家来 好好介绍一下 X系列最新款手机 我最喜欢给Vivo 开发布会了 来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马东 在今天开幕的 王牌科技展中 全球知名智能手机品牌 Vivo 带来了X系列最新旗舰 X60 Pro Plus 这款手机搭载了 Vivo蔡司联合影像系统 配备蔡司光学镜头 致力于打造定制级致美影像 有了蔡司的加持 在X60 Pro Plus的镜头中 沈腾的脸庞 更加英俊帅气 贾玲的皮肤 更加水嫩细腻 花花的眉眼 充满无限魅力 小童的秀发 更加丝滑飘逸 小松的鼻子 更加精致挺立 Vivo蔡司联合研发 影像有来头 美才更有看头 好 既然马冬老师说得这么好 你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让大家感受一下 Vivo蔡司联合研发的 X60手机的这个实力 现场给大家拍拍照怎么样 来来来 少刚你过来 我们队一块在这照张相 好不好 那我也过来 来来来 来吧 刚刚说到的这个 X60系列 拥有蔡司光学镜头 这要给大家安利一下了 蔡司的镜头呢 非常的专业 很多电影大片 都用到了蔡司光学镜头 比如说像纸黄王啊 荒野猎人啊 等等等等 这一轮表现都可以 双方打平 我们就全靠小童了 这一张 高光时刻 特别棒 小童应该加分 真的脸是真的脸 真的吗 小童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未来可期啊 就这个字子 在我心里地位 太早了 哦 原来我应该去当主持人 别在这儿一直挨泼水了 小童 快逃吧 各位终于要迎来 终极决战了 两队呢 要用语言 来进行正面的交锋 终极之战 一共两个回合 第一回合个人战 第一回合的规则就是 两队各派全手对阵 用语言让对方心跳超过110 最后哪一队成功40多 哪队获胜 对阵的是花花杨迪 戴上手环 好 戴上了 杨迪 你好 听说你是王牌的钉子户 今天我就要拔掉你这根钉子 哎呦 妈呀 不是听说我就是个钉 但我不是钉子那个钉 我是一个圆钉 我来到这个王牌的舞台 主要是为了什么 修理修理你这朵花 听说你非常喜欢抢自己演唱会的票 然后每次都抢不着 你作为一个歌手本人这么喜欢看自己演唱会的话 你就在家里面对着镜子唱就好了吗 何必抢自己演唱会的票呢 哎呀 忘记一件事情了 花花唱歌的时候 眼睛是睁不开的 杨迪 你把自己的心跳说到110了 哎 太飘了 太飘了 我唱歌的时候确实不太睁眼睛 对 可是有些人把这个睁开眼睛吧 跟没睁也没啥区别 不是 话说你为什么一直赖着王牌不走呢 你觉得王牌家族真的接受过你吗 唯一的印象就是杨迪偷蹄 就是有点嫉妒 个人觉得 你跟吴童的关系吧 我是真的比不过 毕竟你俩是大舅同学 情统手足 而且形影不离 亲密无间 那我跟吴童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他是我歌迷 据统计啊 这个王牌第六季截止到目前为止 来了有六季 那我就想问为什么第三季你没来呢 是不是因为那一年你跟吴童吵架了 不不不 太夸张了 你是哪一季来的呀 我第四季 所以我第三季为什么没来 没必要来 你都不在我跟谁去PK呢 第三季是沈腾哥刚来 让他把地盘坐稳了 我第四季才好来会会他呀 行 我看你平时说话说挺少的 吐槽的时候还挺厉害的 你有本事的话 你吐槽一下王牌家族的几位 好吧 那我不但要吐槽 我还要唱着吐槽 让他唱 哇 真是现场福利了 哎呀 让你让你我羡慕你 每次大提都第一 哎呀 腾哥腾哥 他想把你代替 我觉得他不能和你比 甚至都不应该起 他漂房不够两百亿 即使耍赖也不如你 赖不过你 赖不过你 零儿姐零儿姐你不一般 你像马柳的花言成虚语 已过断 搭完了 这个忙 弟弟我帮不了 只能劝你 洗洗睡吧 做个好梦 小童小童 哦你心甘 甘小红 甘小红 家族手惩罢都让你承担 都是他俩的原因 我已经与你无关 我教你一招 再让你背锅 就推给 送鸭血 啊 啊 多么团结的家族 啊 多么友爱的家族 啊 多么团结友爱的家族 可惜 这形容的不是网牌 家族 哈哈哈哈 其实这样我们也听过来 爱了 一起度过春秋冬夏 希望我们一直都开心下去 去 打打闹闹一辈子 这里永远是我们 的家 这里也是我的家 你是我们的好邻居啊 一脚被他踹飞吧 好了好了好了 这轮心跳超过110下 次数更多的是秧帝 我吗 耶 哦 各位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第二回合 辩论赛 紧张激烈了 各位观众们 因为我们今天的辩题是 王牌对王牌节目当中 到底是嘉宾重要 还是王牌家族更重要 啊 好 嘉宾 嘉宾 哈哈哈哈 这这么就认输了 我们要辩论 当然是嘉宾重要了 啊 你们有这么觉得吗 这样咱们就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对 那就结束吧这一对 好我们胜利了 来握握手 来握手 好现场的各位观众 在我们最终辩论赛进行过程当中 所有现场的观众可以进行投票 支持正方的 也就是王牌家族的 可以选择红色 支持反方的 可以选择蓝色 支持我们蓝队 来 投票开始 票数正在不停地上升 支持我们 啊 我们已经停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我们停了 他们138比108 现场观众目前认为 王牌家族更重要 但是他们随时是可以跑票的 在辩论过程当中 主要还是双方的预言公敌 到底多强 那么由票数低的一方 开始辩论 粉黄一变 杨迪 这个变题还用说吗 朋友们 当然是嘉宾 你不用起这么大的份儿 没关系 你起高一点挺好的 肯定是嘉宾重要 不然请我们来干嘛呢 对不对 先用自己做个例子好不好 如果我不重要 为什么一直喊我来呢 是不是 所以嘉宾在这个节目 凸显了非常重要的功能 而且嘉宾的名字 永远出现在王牌 对王牌每期 极数的名单上面 这期嘉宾谁谁谁 观众会通过嘉宾的名字 在选择要不要观看这期 所以嘉宾的重要性 还是很强的 但大家都知道一些成语吗 比如说 锦上添花呀 雪中送泰呀 如虎添翼呀 画龙点睛呀 这些都凸显了 再加上那一块的重要性 是不是 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变题 为什么不用再变 是因为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王牌 对王牌 这边这个王牌 形容的是王牌家族 这边这个王牌形容的是谁 肯定是嘉宾嘛 不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嘉宾不重要 为什么不叫王牌和沈涛 为什么不叫王牌一家人 王牌大舞台 所以这个名字就已经证明了 嘉宾是多么的重要 好 提醒一下杨迪 在你的一变过程当中 你方丢票了 那我好像不用说了 提要说 我们可以把票数变得更多 来 正方一变 贾琳开始 我觉得你 不重要 把自己说得锦上添花 你只说了这十二期 你来了那几期 你没来的那几期呢 受数率层层的 你忘了 童谣 你说一个家 总得有主人吧 客人天天来回 来回换 然后主人总得在这就是 说这是谁家呀 这是王牌家族的家 我们作用可能不一定大 但是 就是它得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锦上添的什么花 锦在哪 再一个 我们几个人 如果我们不在王牌 我们就没有别的工作了 我们去哪 王牌对你们很重要 我们在这都好几年了 观众也都没有换 有的是腾哥的亲戚朋友们 他们的亲戚朋友们 在这都处得非常好 退休的亲戚都过来这边打工了 再一个 有好多就是新的一些游戏 我们不得先去玩一玩吗 如果我们不玩 你们怎么知道它不好玩 所以我认为王牌家族重要 好 贾玲是为本队赢得了一些票数的 虽然不多 但是票数依然在流向王牌家族 妈呀 刚才杨迪自己都帮我一下子 接下来双方将进入自由辩论的时间 每队各有五分钟 王牌家族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这就像是一座美丽的建筑物 谁能说地基不重要 重要 但是谁老把着那个地基看 说这楼的地基真好 你们买房是买地基吗 不 是不是还是得 那个巍峨的大楼 亮眼的设计 炫目的结构 更加吸引别人的注意 说得好有道理 谁是那个结构 所有人都在的 这些耀眼的嘉宾 才让这栋楼变得绚烂多姿 不是 少刚老师 那我也稍微问一下 就是我们买一个就是破V楼 但是它物业特别好 行不行 你看 你一下把自己的档次 就给降低了 怎么你就成物业了呢 我先说你们是GT 你们是物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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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只是管理 而我们就是楼本身 我认为一个楼再微额 但是没有地基就没有那栋楼 也不能只有地基啊 楼呢 但是地基很重要啊 所有事都说打好基础 没有基础就没有这个舞台了 没有舞台也没有请不到 那么多好的嘉宾了 另外一个比喻啊 我觉得王牌家族和这个节目呢 就像是一个容器 嘉宾呢 就像是里边的这个酒 每一次呢有不同品味的酒 所以大家都说喝酒 没有说喝杯子的 我又被说服了 所以说哪个更重要呢 当然是里边的酒更重要了 你上 你说呀 我最后一个 说人家容器就是漂亮 对 容器是漂亮 但是最终大家还是喝酒 容器不应该是梧桐吗 我们也是酒啊 我们是酒造 在我理解的王牌呢 地基如果是我们的导演组的话 我们王牌家族才是那个楼 而请来的嘉宾呢 可能就是今天这种楼里面 换了一个 住户 住户 还是租户 还是要尊重租户的要求 现在双方票数只差两票 所以我想说就是 很多人都以为王牌对王牌 是指的是王牌对嘉宾 但其实不是 王牌对王牌 指的是王牌家族对王牌家族 我们就从头到尾 都在自己跟自己玩 好 好 好 完了 我真得罪了不少人 我怎么了 不是不是得罪了不少人 是得罪了所有人 完了 我以后混不下去了 姐 没事 好 发言完了之后 双方的票数相差了一倍 观众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个对方已经把真实用途说出来了 一平便来了 好 一平老师来了 来 一平老师请发言 我们几位从下午 也是不远千里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李平老师 来到了 我们几个人给您磕一个吗 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 来到了王牌家族 到了你们的主战场 我们几个呢 也算过去做了点节目的人 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我们一直把王牌的节目 这个节目王牌的 看得至高无上 他们在观众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 咱们先走吧 咱们不重要 走之前呢 也要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想明白 李平老师 就既然 收东西 也那么不重要 而且 看看他们穿的 你看给我们做的衣服 我跟马东老师用的都是同一条裤子 同款 我不是跟你穿同一条裤子 这属于个人审美问题 关键我们作为嘉宾这个队 还真的不是我们五个人 咱们一年做多少期 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都不重要 我们想告诉以后 所有的嘉宾的孩子们 就不用来了 对 不用来了 上哪儿 挣钱也不要挣这点 最后这一句 这个是 无底抽新的 这点韩信的钱 我们曾经在全国多多少少的 也有很多观众 那今天也都没带来 然后花花的家人 我们的也都是我们二姨之类的 对沈涛的七大姑八大姨 全来了 哦反超了 我们也不是没有人 我们在这受尽了屈辱 对王牌对王牌 他们重要 嘉宾对嘉宾收拾兄弟姐妹 快回家 走 各位亲友 有人说天麻烦了 走了 举白袭了 举白袭了 我妈妈错了呀 我补充一个细节 好 就在刚才花花发言说 这个节目的核心 是自己跟自己玩的过程中 杨岚姐 默默地把这根笔抠舍了 我扎心了 不是张康老师 我都是胡说八道的 我错了 我举白袭了 而且我这么煽情的人 我刚才整个过程 我忍住我没有哭 没有哭 是你们 教会了我如何坚强 好 各位 自由辩论到此为止 接下来进入节变环节 双方观点互换 好歹足 这边由腾哥节变 嘉宾更重要 这边是马东老师节变 王牌家族更重要 马老师夸王牌确实比较难 你知道吗 需要编一会儿 现在双方的票数已经被引掉了 只看双方的节变 节得怎么样了 反正刚才如果是没换过来的话 我们就输了 我是觉得我们输定 而且输得很惨 无论是人品还是什么 倪萍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花花刚才那么矮吗 她是跪着说 当然是嘉宾重要了 就拿今天来说 四个都是主食界的 老师和前辈 还有一位是 还有一位是 那边 在那边 那边近 真的是觉得 各自都有那么好看的节目 还能够屈尊来到我们这 就证明 之前还是挺喜欢 挺能看得起王牌对王牌 虽然有的时候游戏也挺老的 但是始终都传递一个正能量 传递一个快乐 杨迪之前说那几个词 我都是觉得是嘉宾给我们带来的 是吧 都很关键 天天就看这起头烂算 别说观众 我都看烦了 都指着 每一期的嘉宾给我们观众 带来新鲜的血液 新鲜感 和你们精彩的表现 才能让我们碰撞出更好的火花 我们也觉得嘉宾很重要 但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叫 谁更重要 对一个节目来说 肯定能叫家族就更重要 通过王牌 对王牌这个节目 让我们看到了 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的各位 小童最开始我们知道 她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 但是她每一次都让我们 看到了一些惊喜 比如像今天 我们居然发现 她应该是一个出色的播音员 花花我们都觉得她是一个歌手 但其实她是一个 气氛担当 气氛担当 充满魅力的孩子 时光一时 老四闻住了 怎么的 她的喜剧天赋 是我们只能在王牌 对王牌看到的 在她的演唱会上 最多是在她的交流里面 但是那个空间不足够大 让我们看到了 她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而贾玲老师 我觉得要是没有王牌 对王牌对你的滋养的话 你好李焕英 是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的 不至于吧 对于贾玲来说 她有无数个选择 比如说电影啊 剧啊 或喜剧啊 但是她也有无数的综艺邀约 但是她加入了这一个家族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 你的又一次综艺的巅峰 所以我觉得 这确实是王牌 对王牌 和你彼此成全的地方 而沈腾老师 确实让我们更多的人 刮目相看 我觉得她对于王牌 这个节目的投入 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虽然都是老梗 虽然都是老游戏 但是她每一次 还是这么全心投入地 把水泼在自己脸上 而且她的主人精神 特别让我们打动 这是一种在家里的感觉 坚不可遂的王牌 当然我觉得你们很重要 但都没有沈涛老师重要 因为沈涛老师才是 这个王牌家族 不那么被人注意 但是真正的那个家长 所以 说得太对了 节奏把控着 对 所以毫无疑问 王牌家族 是王牌对王牌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我们最后只能 对小宋做一点寄语 就是说你刚刚升到这个家里 但是你会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成长 好羡慕你 对 说得太好了 天哪 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说的 你看看咱们说的 是不是人品 你立刻就体现 不是你截变吗 也不是我截变 我一变 我一变 我发挥了我应该发挥的作用 你再截一变 我再截一变 还不如上一变 其实我觉得这是 我们的王牌家族 就像是这个节目的主人 就像是 一个主持人的群体一样 一个好的节目 就是让观众觉得 你们本来就应该在一起 你们本来就属于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也是属于你们的 就是那种水乳交融的感觉 我也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 其实一个节目是会融化到 你的血液当中 影响你的对世界的看法 比如90年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开始制作正大综艺 当时我们的一句节目的口头禅 就叫做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对 但因为一开始 刚有综艺节目的形式 说这句话还显得有点生硬 我跟江坤老师说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所以后来观众就说 不看不知道两个大傻帽 综艺节目就是那样 开始艰难的起步的 但是后来我一想 我们当时说的这句话 好像冥冥之中就注定了 我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想往和看法 就是希望去看这个世界 比如说走过50个国家和地区 也读了一些书 采访了很多的人 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丰富自己 和见证这个世界奇妙的地方 然后我想说的是 今天也特别高兴 在王牌队王牌的节目里 见证了另外一番奇妙的风景 谢谢 我一直特别喜欢有才华的人 特别是有才华的年轻人 因为知道你们有才华 因为喜欢 因为爱 也包括爱这个栏目 所以就特别由衷地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也是算夜深人静了 说一点心里话 2004年是我主持了 第十三届春晚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领导说 明年 2005年我不主持了 我要回家看孩子 我们领导也同意了 05年念春节 我老早就坐在电视机前 我想 哎哟 可是把心放下来 踏踏实实地看个春晚 我打开电视 当我们台那几个年轻的主持人 从那个后台往前一走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子我就看不见了 满眼是累 而且这个哭是非常委屈的 我还 而且这个委屈我还想说 你没有什么权利 你自己要求不上的 我一直觉得这个时候 我应该是在里边的 我十三年都在状态春晚上过年 我现在一个人坐在家里 好像一个战士 脱离了这个集体 特别是零点钟声响起的时候 我就下去就站起来了 然后就好像看着那个钟表 滴大滴大一响 看着每一个主持人 哎呀 钟声敲响的时候 我说我又坐下了 有人说这是一种习惯 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份感情 他这个从你青春到你中年 这所有的时间 你都在这个岗位上 你奉献了 你获得了特别特别特别多 包括讽刺你 煽情 包括说你大众情人 这一切 其实都是你获得了 想说这些体会 是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 其实你们现在这个平台 到我离开了 到我走了 到我现在 我才知道 哎呀 多好 我那么富有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太珍惜 我总觉得 这应该是我的 我就是比他们好 比他们能 不是的 是这个平台好 如果你们是我的孩子 我也一定愿意 把这个心里话告诉你们 你们是最美好的人 已然起得了很多成绩 好像我现在在这说 特别没资格 他们这是相互成就的 人和节目是相互成就的 对 平台是相互成就的 我觉得他们会更好的 一定会做得更好 说得特别好 说得特别好 因为我今天一直在跟 尼平老师在聊天 我也想吸取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每句话 对我们来讲都非常受益 不是其他几位老师不受益 今天来回就是找吧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所以其实真的 观众最后的投票 已经不重要了 无论观众会给台上的各位 什么样的称呼也好 抬头也好 我们只是一个希望在舞台上 可以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的人 普通的热爱这个舞台的人 这样吧 我们用Vivo X60手机来一张大合影吧 记住这个温暖的瞬间 今天已经是我们王牌对王牌的收官之战了 欢迎青春偶像盾 哇塞 他怎么做到的 节目的东西才能够 这种东西 东西是你 看不出来的 这个你要能穿出去我就拜你呗 是的 有请 有请 经过联合美国开启王牌定制计划 读住问题互动福利简单 图定时派搜 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 结束独家王牌 紧张福利 东西 搜索王牌对王牌 参与话题获动 看节目精彩内容 感谢我们下观众 中国的听众 首席娱乐能够合作 新浪娱乐 新浪新的客战 搜独新的客战 搜独娱乐 百家号 微视中国项目 中国新量网中国 中国 ZACKER 一转眼就十六年的时间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青春的最好的一个联系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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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会儿了 观看节目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